然而口国人还以为5G是华为发明的 你就记住1G、2G、3G、4G、5G 没有一个是华为发明的 跟华为没有任何关系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 我看网上的新闻 其中有一位 一看就是来自中国的五毛粉红 他的留言 再次震惊全世界 他说 苹果公司突然消失了 对全球几乎 没有影响 但是我们的这个华为啊 如果突然消失 全球的通信 十年内 很难 恢复 太自信了吧 华为现在都成啥了 中国4月份 他的 全国手机销量 全大幅下降 只有苹果 他下降了2% 到4% 而中国的国产品牌小米 等等 这些什么 OPPO啊 等等 他们都下降了20% 到40% 为什么呢 因为 中国他现在正在面临的是失业危机 失业谁倒霉啊 底层啊 经济危机影响最大的就是底层 而经济危机对于中高收入的人熬言 那些老板呢 他也会有影响 但是影响不大 为什么 去年 一年挣200万美元 经济危机来了 今年只能挣100万美元 对于他而言 他的生活品质应该下降不大 可是如果你是个打工仔 你去年挣 4000人民币 一个月 现在只能挣2000人民币一个月 或者说失业了 没有工作 你没有储蓄 你必然消费大大下降 生活水平 大大下降 所以经济危机 影响了更就是 穷人 倒霉嘛 那经济繁荣呢 经济繁荣 富人 吃 就是吃香喝辣 穷人你就喝点汤 残根剩饭留给你就行了 就是共产党高官先把他给享用了 所有的资源他先占有 占有之后 稍微计较尬拿一些残根剩饭 一些他们不要的边角料给你的底层 用 用一用 就相当于你吃饭 吃着吃着的骨头 剔出来 直接就闹地上给狗吃一下 就是 说难听一点就是这样 中国不就这样 难听一点 首先你说苹果公司突然消失了对全球没有影响 这个确实有影响 苹果公司的市值3万亿美元 地球上市值最高了 韩国GDP一共才1.7万美元 7万亿美元 苹果公司是3万亿美元 俄罗斯1亿5000万美元 俄罗斯这一国家GDP 美国才多少 日本5万亿美元 美国一共才 22万亿美元 苹果公司一家 3万亿 7个苹果就是美国一年的GDP了 你说对美国的影响大不大 对全世界 还有苹果公司是什么呢 它还有一个 重大的作用 它几乎统治了人类的手机产业 移动互联网 苹果 它可苹果公司相当于电脑时代的PC时代 微软 微软它现在有一点衰落了跟苹果是确实没法比的 但是它是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一个 就是你看这手机 全被它垄断了 手机行业高端的手机行业 苹果利润绝对是占据了手机这个行业的 百分之 七八十以上 苹果是中国市场卖的最多的 一款手机 而苹果的售价也是高的 5000多人民币 5000多人民币以上 你就说它多么厉害 苹果公司 你华为呢 你这真的活在另外一个世界 我跟他讲了华为搞的这个5G 我就这么讲 5G在美国到 全世界 没有一个国家现在实现 我像我们用了好多5G 我测了网速 没有多少达到1000个G 就是没有多少达到1000兆吧 基本都是100多 或者说780 780兆没有说达到1000多兆了 太少了 现在这5G我看就是假的 那为什么这样 不是因为没有华为 而是因为 华为 不管是华为 还是美国像什么 爱克森 不知道是不是美国爱克森 或者三星 这些公司天天吹牛逼吹5G什么 全假的 你就记住了 全假 人类在这个5G这一块 至少在 消费端 包括苹果手机吧 我用了这苹果手机我就测 全假 就他大概就是比4G网速稍微快一点 就是这样 那什么时候能真正达到5G呢 估计还要等个两三年 至于你华为 华为你 你这个真的没什么高科技的你就是 成本比较低而且是 相当于给人家免费用 比如说到匈牙利 到非洲哪个国家 华为说 我给你贷款 1亿美元 然后你用我的设备 你用这个贷款去购买我的设备 那不就相当于免费送吗 然后这个贷款还是无息贷款 可能过个七八年之后 那国家穷 就 就不还了 当然这个呢 这个也是中国一带一路这个大战略 中国这一说那签了协约共产党就说 你可以不还 对不对 你不还的话你这个国家已经使用过了华为产品 那你拿什么东西抵债呢 那一般穷的国家非洲呢 土地呗 反正非洲大嘛 土地给他 矿产资源给他 所以说老共他玩这一招 这一招就是比较狠 这直接把这第三世界许多国家 现在好多国家就已经 为什么 联合国大会投票全听共产党的 全听中国的 你说白了你给他饭子你给他钱 那些国家一看给我钱 我就认你大哥吧 当然你要是不给我钱了那那就算了 就这样 国际关系 就钱嘛 哎呀 5G技术最早是2008年美国太空中处 NASA 提倡了 接下来韩国加入研究 4年之后 英国的这个大学 University of 发起了研究中 华为只是一个投资者之一 2013年NTT 成功在日本国内 启动第1个5G网络 同年华为 他开始研究 独立研究5G 最先有一般用户使用5G的分别在 韩国 和美国在2019年4月份 当中呢 华为都没有参加 然而口国人还以为 5G是华为发明的 你就记住 1G 2G 3G 4G 5G 没有一个是华为发明的 跟华为没有任何关系 他倒了就倒了 你别以为华为完了 世界就完了 不要这么想 真的 就像许多人认为 俄罗斯这个乌克兰战争一打 俄罗斯 一旦不出口石油 世界就完了 也就油价上涨 真的 对你说对美国人对日本人 对台湾人对法国人生活有什么改变 油价稍微涨一涨 该干嘛干嘛 看看新闻而已 就像中国你说华为倒了中国中国就算工厂全关了 我就算好了我承认 你确实 出货量太大 美国这边 沃玛可能会短时间缺货 价格上涨 但是很快东南亚 印度就会产能跟上 要不了两三年 美国这个物价 就是 他普通产品嘛 肯定还会跟上 就中国的影响对美国 会大大降低 实话实说包括现在衣服的话 你像我买的衣服 我看了 基本都是印度啊孟加拉越南生产 中国生产的越来越少 不是说我 不是说大声哪里有意避开没听起来 我上我到美国沃尔玛 去看了看好多以前啊 就一年前都已经 大规模 使用 可能是中国的人工费变贵了吧 因为毕竟越南印度他们人工比较便宜嘛 是不是 那反正资本家已经 被中国的韭菜都给赶跑了 你们又迎来了解放了 失业了 你们不用再去工厂上班了 是不是 资本家已经被你们赶到了越南 赶到了印度 资本家给越南跟印度带来的工作机会 当然你也可以说 资本家去剥削了他们 但我觉得剥削他们至少给他们带来工资了 那共产党 中国这些资本家没有到中国剥削中国韭菜 中国韭菜现在失业了 睡大街了 你咋了 怎么搞 苦啊 这真的是苦 没办法 不要把自己想的太重要 这个地球我说实在话 离了谁 地球不转啊 真的 啊 丘吉尔死了 地球转不转 希特勒死了 斯大林死了 毛泽东死了 哪个什么地球不转 美国华盛顿 罗斯福 尼克松全死了 美国照样赚 林肯 这地球不要以为没了你地球就不赚了 真的 包括全世界许多工资什么你真以为不要讲华为了 亚马逊 Facebook 就算现在倒了 照样很快就会有第2个亚马逊第2个Facebook 知道吗 很快 而且 这个世界 这么多竞争者 巴不得你在Facebook倒霉倒闭 只要这个 自由经济 这种模式 这种市场 存在 没了谁 这个市场照样赚 就像美国 只要有民主制度 有法治 美国总统死了谁 美国这国家该干嘛干嘛 肯尼迪被枪杀了 刺杀了 死了 美国照样 该怎么过怎么过 日本首相换了 一年换一个 那日本人也不是说就完了 首相又换了 不上班了完了 没有 没有 天塌不下来 那你以为是 遥远的东方某大国 我天啊 习近平要完了 那怎么 今年如果习近平真的下台了 那真的是一件大事 当然 今年习近平如果连任 也算是大事吧 意料之中 意料之中 不要觉得惊讶 不要 他如果今年说直接下岗了 直接失业了 习近平失业了 在民主国家 美国台湾 总统失业了 总统呢 基本不用担心 就是 自己跟家人的生命 在遥远的中国 习近平如果真的失业了 他得担心自己的命跟他家人的命 这就是民主制度的 美好之处 啊 好吧 我就说这么多了 希望大家看到最后能够 点击我的 点击关注 或者加入会员 谢谢大家 拜拜